Dami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uten 我們先看一下 一雄1 如果是真空的部份 他的一雄r的部份是1 一雄2的部份是80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是 这个呢 是大部分我们看到 一熊兔大概就差不多是水 那它大概是八十的情况 那这也是我们平常 这个例子可以想象成什么 我们平常在下雨天的 佛游路面上面 那个上面有水汁的情况 的部分 那你现在呢 有一束光线进来 那这个光线的路射 就是NI的部分 那我说 假设它路射角 这个角度呢 它是等于 blist angle的角度 OK 那如果它是blist angle的角度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 这个 穿透过来的NT的部分 那它的角度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到底这个blist angle 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blist angle的部分 就是没有 parallel的 polarization deflation OK 那换句话说 如果是在这个blist angle的时候 你这个反射 NR的部分呢 反射回来的电场的部分 它都是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而已 这是电场 因为它没有 parallel方向的 polarization 所以 在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blist angle 这个blist angle θb的部分呢 是等于 根号 一雄一 一雄二 再加上一分之一 所以 依照这样子的一个定结果 我们可以马上看到 一雄一跟一雄二是八十分之一 加一分之一 那换句话说 你这个θb是等于 Oxide 然后跟八十分之八十一分之一 那这个部分 大概差不多是八十一点零度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blist angle的 直 那这 当你的角度 大于blist angle 那你就可以 很清楚的看到了 这个 情况 那这个 这个角度是一个 很特殊的角度 那 反过来 在这个角度的情况的时候 那cta t是等于多少 那我们由snate定理知道 n1sin的θi是等于n2的sinθt 所以你sinθt 基本上就是等于n2n1的sinθi 那现在 那现在θi的话是blist angle的值 ok 这个呢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这个是等于 所以这个是等于 你刚好是等于s Rockefeller 你刚好是等于rt1 Sky дан 然後乘上八十分之八十一 所以這個就等了 √八十一分之一 放句話說 θ T 的部分就是Oxine √八十一分之一 那也就等於是 這個我們如果算一下是6.38度 所以我現在畫的這個圖 是已經是什麼 你應該要把這個畫得更傾斜 幾乎快要接近90度 然後這個是很接近 這個normal的delation的部分 抱歉 這裡再一消消掉 N1比N2 好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部分 那在這裡面 從這個例子裡面你更可以進一步來來看看 你到底reflection是多少 transmission到底是多少 這個兩個部分是你 我們會看到說到底有多少強度是被reflection 到底多少強度是translation的部分 那換句話說 這個是在什麼條件之下 現在你很清楚的是 θ i 是等於81度 θ t 是等於6.38度 然後 θ 1 是等於377歐姆 因為它是在真空 那 θ 2 的部分 根號 一小分之 μ 那 你就相當於是80分之 1的377歐姆 OK 好 那 基本上 這個你如果存一下好了 40.1歐姆 就是在這個條件底下 你來看待的 那γ的垂直的部分 如果 我們在之前我們看 你如果把它 呃 推倒出來的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知道 這是cos θ t分之 θ2 減cos的θ i 分之1 1 然後 θ i 分之1 1 再加上 cos θ t 分之1 2 那 這個 把它算一下 我們主要是 希望知道 這個比例值 是40.4 減24 它的答案是等於 θ的0.967 OK 那你看到這個 負值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你 γ垂直 它就是 1r 比1i0 所以你知道 反射的face跟 入射的face是什麼 它的一個 負號在這邊 那你也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幾乎 幾乎全部的這個 這個反射的強度呢 跟這個進來的 instant的這個 electric bue的方 差不多了 那 反過來 從這裡的 計算裡面 你應該可以知道 剩下來的γ垂直的部分 就是 tau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 tose的部分 那tose呢 我們不要去計算它的話 你也大概知道 差不多是0.36 0.037的部分 0.033 3 那算一下 你們可以看一下 你這到底 cos的θ i eta1 加cos的θ t的 eta1 ok 換句話說 你知道 transmission過來的 的強度 只有0.033左右 大部分是反射回來的 0.967 所以 我們上次講說 假設如果你現在戴了一個是太陽眼鏡的話 在這裡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眼鏡 既然反射回來的是 這個平行儀 平行儀 這個介面 的電場 強度非常強 所以你這個眼鏡 你是希望什麼 把這個電場的強度立掉 好 所以這是 我們看到的一個 這個你要把這個電場的強度立掉的話 那你這個最邊的polidation 是要哪一個方向 才能夠立掉這個強度 嗯 眼鏡的polidation 對 你就變成你的polidation 要是這樣子 才能夠把這個立掉 好 所以這是我們從上一堂課裡面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好 好 那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到這裡的話呢 這個chapter就算結束了 就算結束了